Soppy come here Come here please Soppy come here I'll give you candies 不要让我在镜头面前这么的尴尬 好不好 过来过来过来 哎 这个时候都不想来 最近啊 很迷林佑佳的 天真有鞋 还有林佑佳唱的《从你全世界路过》 很早的时候就看那个电影嘛 当时在电影院就哭得稀里哗啦 而且我记得我是跟小石头一起去的 嗯 在那个 白百合他们那一队 那个谁死的时候 我不想剧透 我好像已经剧透了 但是这个电影很老了 总之当时就是我听到隔壁也有在吸鼻子 后来我整过去 我觉得他眼泪啊就在眼眶里 我说你哭了吗 因为我当时已经就是气不成声的那种 然后小石头说没有没有 风太大了 一直都不知道是林佑佳唱的 OK 我感觉我像一个就是很落后很落后的人 这些视频啊如果你不看日期 你可能以为是什么2016年录的 林佑佳声音太大了 什么最残忍 遥控器在哪里 这么小的背景音乐你们应该听不见了 但我还能听到一点点 对就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录的是那个 类似于 vlog style 就是稍微随意一点吧 一边聊天一边跟大家化妆 然后今天我们聊天主题呢 是我最近去买了一些国货 就是从淘宝上 我基本上挑出来 应该都是挺爆款的东西 我不知道会不会买到什么 就是其实并不是很火的东西 但是品牌应该都是在国货里还是比较有名的 那这次淘宝上的货物呢 都是通过Superbuy买的 Superbuy在这边 那Superbuy呢 据我所知它应该不是 哎呀我嘴好痒 应该不是市面上就是价格来说 是最便宜的一个转运公司吧 但是因为我从我的 就在加拿大使用的淘宝第一次转运 一直到后面每一单都是用他们的这个APP 以及他们的网站去转运的 所以就是用习惯了 然后以及他们的打包每次都是比较精致的 像我这一单差不多是下单以后 一个礼拜不到就寄过来了 他们家的信息我会写在下面信息栏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自己去看 OK那就开始今天视频 那因为里面东西都比较多嘛 都包的很好 每一个都是这样子 就是素风Superbuy他们家包好的 所以我先把它们全部都打开 然后再跟大家一一的上脸 所有的产品的那个价格 我都会一个个标在旁边 然后最后算一个总价 很想就是跟这边北美的drugstore 的价格稍微有一点点小小比较 这是啥 调色盘吧 我觉得送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在眼影上画小猩猩 还是说就是刷眼皮贴啊 刷眼皮贴的那个夹啊 发现一个很不妙的事情 我忘记定打底了 既然没有装起来我们就直接 从气垫开始吧 透针光彩无瑕气垫BB霜 我的色号是C12 我不知道颜色怎么样 但是我试试看 后期的M一定记得 把价格标在旁边哦 不标就打你 把你做100个价格 对了 我最近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就是 因为最近Charlie要走一阵子嘛 然后我的健身教练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利用这一阵子猛的 健一下身 然后把你想要的那个肚子给 不想要的肚子给剪下去 我不想要那个肚子 30天以后会有马甲线 如果我按照它的那个课程来的话 所以我打算这30天都记录下来 一个是督促我自己 另外就给大家看看 这些动作到底有没有成效 如果有的话 正好大家也可以去做一做 这里面呢 是长这个样子的 两个 一个是它外面的盒子 然后里面有一个替代的 在这边 OK 今天光线好像有一点点忽明忽暗 所以先跟大家讲一下 里面打开呢 是这个样子的 我感觉跟 跟一个什么牌子很像 就斯福兰可以买到的 就是包装 蓝芝吧 白色的面 加旁边金色的边 然后后面是它的色号 C22 我先看一下这个颜色吧 我很担心这颜色不对 还可以 哦还好 不是我想象的那种 就非常假白的那种 我很怕就是买到特别白的颜色 你看 这是我中间涂的是它的颜色 旁边是我手的颜色 我手还是会比它稍微黄一点 但是我脸比我的手要 白一点 所以应该差不多 嗯 它是那种属于比较 嗯 透亮型的 比较 轻薄型的 我刚拍的很少 我想先看看它那个质地 我刚拍的少 我感觉它遮瑕力 还不够高 我等会儿 应该是会需要再加一层 看到吗 就是还挺光亮的吧 嗯 没有什么味道 我最近很眼圈有没有很重 就是 查理走的这几天 我有点失眠 就一下子很不习惯 啊 突然间很亮 抱歉 我还真的还蛮不习惯这种 回到 感觉像是回到自己怀孕的时候 那个日子 因为怀孕的时候也是 但是 我记得小时候那个时候也有出差啊 什么的 所以 有些时候也是就我一个人在家 再然后 查理出生了以后 家里就开始 在开狂欢一样那种 灯火 辉煌的 我还还蛮担心 就是一开始底妆 是那种特别的厚重 和假面的那种 那我们后面就 别玩了 我发现它是水润型的那种BB气垫嘛 所以 可以在网上叠加很多层都不会厚 现在大概是已经在网上加第三层了 我觉得效果就还不错了 就是遮瑕的情况 原来现在国货都是走的这么清淡的风格是吧 比起韩国的气垫没有那么黏 但是比起特别雾面的气垫效果 会有一点点黏 就感觉还是要set 然后啊 这期视频如果你们觉得看的蛮开心的话 欢迎你们再给我推荐 就是其他你觉得好用的 国货品牌 或者国货的某一样东西都可以 然后啊 我这次还去日本 我还会去买一些日妆 这次呢也会去泰国 又会去泰国 再买一些泰妆 诶我的脖子跟脸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色差 色差 就是它还是有帮我提亮一点 你看我多有水分 我们下面呢 先把这个感觉定一定 粉柄过了以后呢 我刚刚这样隔着看以为是季凡希的那个标志呢 就因为这个粉柄过了以后 它应该光子度就不会有这么高了 这个盒子和这个侧面有一点点像CPB的感觉 但是稍微厚一点 然后打开 质感还不错 就是比较厚重那个 刚刚这个也是 就是不是特别轻的那种吧 然后里面 它里面是本来就这样的 还是粉飞上来我不知道 就是它这个气垫的粉扑啊 上面有一点点黄黄的 本来是这样的吗 摸上去还蛮细的 今天我也会录就是过了几个小时以后 这个妆容的吃妆度 哎呀 哇 铺太多了 这颜色 M02自然肤色有一点点偏粉 所以你看我刚刚一铺上去它的 dewiness 少了 没有了 但是我感觉这里好像有多一点点那种 潮红感 刷在手上看不出来 但是我铺在脸上 我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偏粉掉吧 好 我们先set这个妆 里面它这个粉柄稍微有一点点 又把我的脸提亮了一点 提白了一点 所以跟脖子又多了一点点色差 色差 我真讲话 口条不是很顺 这次眉毛 用的是你们之前给我推荐的卡其色彩眉笔 就之前subscriber favorites的时候 大家都说这个 卡其 彩色还是卡其色 卡其色彩的眉笔 一共买了四支 深咔色 灰色 深棕色 和灰棕色 我们来试一下灰棕色吧 我很少画就是偏灰的 就是ash 那颜色 我之前有一支hourglass的ash 那个颜色的眉笔 后来用完了以后 我就没有再去回购了 但是我记得那颜色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特别是配这种 稍微颜色深一点的头发吧 然后里面呢 是长这样的本尊 嗯 是属于质地很干的那种 好激动啊 其实我觉得它跟benefit就蛮像的 就benefit 极细的那一支 这个前面的刷头 也还蛮软的 前面眉头稍微画粗了一点 但是它画出来的眉型啊 还有眉毛的那感觉 还蛮流畅的 这个颜色我觉得我选的很好 嗯 刚刚是什么 灰棕色对吧 国内的朋友就要放国庆节了 你们有没有什么 去哪里玩的打算 去哪里玩的打算 我最近啊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想 弄我的 呃 雷带吧 或者黑眼圈之类的 反正眼下 我觉得生了孩子以后 我比较大的一个反应 就是关于 变老这个问题 我今天也是看了 十九婆的报告说 人变老这个事儿 哎 的确是看了以后就觉得 嗯 我们女生就是比男生 天生就是要漂亮一点 所以女生就是会 去打扮什么的 就喜欢打扮 喜欢变得更漂亮那种 我感觉男生就不会有这个 要不要漂亮 要不要很帅那种 普遍的话 大部分还是女生更加爱美嘛 所以就变老这个事儿 可能对女生就是打击会很大 但男生就还好 如果让我下辈子重新选择一次 我还是会选当女生 但是我希望我出生就被 vampire咬一口 然后就永远都不会变老那种 嗯 等你们老了 你们女儿看我的时候 我就改名叫 O.O.Emma 等你女儿女儿在看我视频的时候 我就叫 O.O.O.Emma 现在跟你们录视频的时候 稍微状态好一点了 就是早上的时候 哇我难过的要命 就是 一种 特别像 像Charlie的那个感觉 我健身教练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 你马上这样回去见到她 你为什么会有那种失恋的感觉 但这感觉说不上来 很微妙 然后我基本可以断定 Charlie现在地位比Soft高一点了 眼影 这个牌子我很早就听过 叫橘朵 Judy Doll 据说眼影 单色眼影很火很火 然后再加上 这边还有一个他们家的腮黄 我一直一直非常非常想用 就这个 很想试试看 眼影呢 我这边挑了几个 他们家就比较火一点的单色眼影 首先这一款 你们应该知道 叫G33 咋不叫G55呢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颜色我当时在手上滑了一下 就觉得 哇好细 但它你看好像有一点点松开了 这样子的 我现在手上滑吧 反正的感觉 有一点点像Natasha Dinona 那种就是有一点点湿湿的质地 所以我还蛮期待的 我今天呢就想走一个比较清淡的眼妆 就用这两个而已 然后这个呢就稍微画淡一点 然后上面眼部 就是中间啊什么的 加一点这个 就画一个比较清淡的眼妆吧 这一支我买的颜色是M76 我不知道这两个颜色搭起来会不会好看 因为我想画的很淡 所以我刚刚沾的很少很少 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再加 OK 酷酷酷 果然这个比较名不虚传诶 我觉得比Morphe的粉质要好 再是这个G33这一支很漂亮的那个色 这一支其实跟我手头上的那一支 Natasha Dinona的很像很像 偏光色 我刚刚镜子是这样子 然后准备画 我用手指点上去试试看吧 因为我感觉这种颜色用手指点上去 就会比较漂亮 然后我也不想画太重 反正今天眼妆呢 我就是想走很清淡的一个路线 因为为了配那个腮黄 偏光色啊 我还蛮喜欢的 很薄一层 然后我把刚刚的眼尾 带一点点到前面 我记得我当时挑的是一个就是 超级超级超级 月少量很大的爆款 两支妆 黑色 棕色 你们知道了 我肯定是选棕色了 棕色因为它颜色比较淡 所以你如果手稍微抖一下 没有黑色那么的糟糕 等一下还有那个睫毛夹 也是淘宝上买的 国货产品 也非常想试一下了 然后我现在再填一下这个眼睫毛中间啊 我今天眼睛好像画的有一点点往下 是送的吧 因为这个上面没有品牌啊什么的 另外这一支就是淘宝上挑的 卖的比较火的 叫做makeup tool 他们家的一个eyelash 磨素眼睫毛夹 之前给我推荐那个muji的睫毛夹 就是跟这个差不多的 这样子勾过来 然后你这样子按 这样吧 我另外一个眼皮试一试这一种睫毛夹 哎呀不行这个太硬了痛 还是换回来吧 这边夹的比较翘 这个啊就是使用感 我真的觉得跟muji那个很像 哦刚刚的眼线笔 我感觉掉了很多 睫毛膏 这个我还蛮期待的 Star Professional Makeup Mascara 明星浓密睫毛膏 是这一款 它好像有分不同的款 我不知道就是最好用的还是什么的 是不是这一款 但是我试试看吧 我觉得像欧美这边也是 就是开架和 专柜的睫毛膏的差别吧 我自己觉得最大的 就是它那个气味的问题 一般专柜它的气味 不知道是不是加了什么样的香料啊 或者什么的 使它就本身应该出来的 像这种睫毛膏的味道 就没有说那么的重 哦这个是 就是算是那种非常根根分明的效果啊 嗯 沾到我的眼皮上了 下睫毛不是很好刷 有点太胖了 我觉得还可以 没有让我非常的惊艳吧 我就要使用这个腮黄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今天的妆搭 但是我想试试看吧 And Other Stories 那个服装品牌出的一系列彩妆 就跟这个包装是exactly the same 在这边有一点点带黄 还蛮期待的 我不知道出来是什么效果 我想今天画出来的效果 其实就是很清淡 你们可以看得到吗 准备再加一点 就还蛮不一样的 总算圆了我这个是腮黄的梦想了 然后我觉得腮黄跟刚刚那个眼影的 那个有一点点黄黄绿绿的偏光 算是还有点搭 我感觉它粉质 也是属于比较细的那种 好 可能稍微太黄了 然后呢 再是高光 高光我这边挑的是美康粉带 叫琥珀玉 是 字在这边 然后样子是长这样的 非常中国 中国风 鼻头很亮耶 刷上去以后 这边刷的比较好 然后我觉得这个刷子有一点点勉强去刷这个 这边吧 就刷出来面积有点太大 然后那个 因为它比较聚笼嘛 毛啊什么的 所以它刷出来就是特别的一条的那种 但总之现在就是刷的还蛮亮的 超亮 最后呢 我们要加上今天的口红 就算是妆容结束 然后我就会去换衣服 然后再跟大家 相当于是有一点点算过我的一天吧 这几支都是完美日记的 本来我这次粉底液是准备挑完美日记 因为当时你们跟我推荐过这个 但是superbite下好像是不让用不让鸡粉底液了 我来先挑一个颜色 它是这样子就是颜色很足的雾面色 哇 我肯定是比较喜欢这个颜色啊 枫叶 枫叶红有没有 最后应该还有一个比较艳丽的大红色 哇 这个大红看着也不错 这个 但是我觉得我更加喜欢的是这个最上面的枫叶红 今天跟今天妆最搭的应该也是这种 稍微有点偏黄吧 因为我们今天腮黄都是用的黄的 自己做的太小了吧 906这个颜色吧 我收回我前面说国货是不是做的都很清淡 这句话 酷酷酷 今天是我第一次用全脸国货 给大家完成这个妆 这个眉毛真的还不错哦 画的 OK 那我先上去换衣服了 然后一会呢再给大家看换完衣服以后的就是完整的妆效吧 换妆完毕 挑了一件跟这个口红颜色差不多的一个衣服 然后这个口红呢我发现它干了以后啊颜色会变得深一点点 刚上去的时候非常的就是更红一点 然后干了以后它就变得没那么的艳 色彩黄 比我想象中要不太显色 可能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黄种人给你们看我们的日常 这高光不错 高光真的不错 是吧 然后你眼睛这个偏光没有掉 没有掉吗 我不知道你最开始抹上是啥样 反正现在还都在 那个Effect都在 大偏光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吧 就是整个妆感 发亮的 是Dewi的那种 是 对 我喜欢你高光 不敢 鼻子会 对吧 其他地方都不会 鼻子会粗 整个是Dewi的 然后我喜欢高光 我喜欢高光 其他地方都还行 我看你眼睛下面 眼睛下面有一点点吧 有点什么 干 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你整个都是Dewi的 然后眼睫毛你不觉得什么感觉 然后眼线 我的眼睫毛没有反应 不算很浓密 这次晚上回去不用录update 你们都听到了